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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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有家族的企业跟民众党有过往来 这件事情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 其他的我没办法 就每个细节跟大家来证实或否认 我还是要等 如果我被要求要前往北检说明的话 我会正面积极的全力配合 坦诚家族与民众党确实有关系 但谢国良也强调一定会配合检方调查 执行人士更指出如果违反政治现金法 要罚款谢国良会带长辈受罚 而随着不少镇上大咖陆续被约谈 柯文哲账册内的附上大股名单 与数字也一一曝光 且部分款项的记录格式于 2022年11月1号小选1500审庆金雷同 他觉得有点突然啊被约谈 北检纵诊随身碟与账户资料 以证人身份传唤名单上所有人 包含被记载500的东森集团总裁王立林 被记载300的博弈教父陈英柱 以及贸德集团总裁张高祥等至少10人 其中部分疑似是捐献方 部分是经手人 现在除了厘清这些款项是否设计不法 也要确认这些人是否有捐钱 与账册上的数字记载是否相符 如果互相吻合省清金的1500代表钱的这个答案 也就无惧欲出 进行文综合不斗